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不是每一种语言都像母语者那样流利 顺畅地沟通 但如果深入讨论不同的主题 我相信我都可以管理到不同十种语言 包括广东话、英文、普通话、日文、韩文 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菲律宾文、俄文等等 但一些日常生活基本沟通 我都可以管理到不同十种语言 包括马拉文、波兰文、瑞典文、挪威文等等 我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 我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同时发生的事 第二就是我很喜欢学习不同国家的文化 包括他们的音乐、历史、饮食、传统、习俗等等 我很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三就是我尊重不同国家的人 说他们的母语更容易给他们表达第一情感 也是对他们的母语欣赏感 从而突显到对他们的尊重 喜欢认识不同国家来的朋友 引用前南非总统曼德拉的一句话 如果你用一个人懂得听的语言和他交谈 那便会进入大脑中 但如果你用一个母语和他交谈 那便会进入心中 由此可见学习他们的语言 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打破你们的格幕 更加容易跟国家人做朋友打成一片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认为外国的英语程度不一样 虽然英语是被人全球公认一个重要的国际语言 但根据Education First的一个调查显示 全球有部份国家 例如埃特、哥伦比亚、俄罗斯等等这些地区 其实英语程度只是初级程度 由此可见如果用英语沟通 有机会出现鸡和鸭口的情况 甚至误会的产生 想避免这些尴尬的情况发生 我相信学习当地语言是唯一的办法和出路 其实主要我学外语的三大途径 分别是首先当然是包括报读 香港教育大学、LML 他们现在举办不同语言课程 他们现在开办日文、韩文、法文的课程 其实我非常认为 如果你是刚刚初学语言或者初接触的话 其实他们的程度是非常适合初学者 第二就是我会听不同种类语言的音乐 不同的国家等等 第三就是很重要 就是购买不同种类的语言教科书 例如我会去书店去找一下 有没有适合自己程度的 可能是西班牙文的书、法文的书等等 甚至我会在网上购买一些档案 甚至可能是单楼一些档案 去帮助自己去学习不同的语言等等 现时香港大学大学提供的外语课程 正如刚才所说的 有三大种 分别是日语、韩语和法语 我自己也有收读部份的课程 我在2020到2021学年的时候 完成了五个法语附修课程 我希望可以在毕业之前成功附修日语 同时完成双附修课程 我非常建议同学生 如果你们想在毕业之前成功附修外语 你们应该由这一温就要开始收到 在课堂之外 当然我有自己不同学习语言的哲学办法 首先我会抽取15至30分钟 去学习一些新的词回新的文法等等 或者如果我有考试的时候 我可能每天会抽10至12个小时的时间 去温习那种语言 第二就是我会和很多不同的母语者 去主动沟通 练习我所说的目标语言 可能我会有不同的途径 例如Zoom或WhatsApp的途径 可能语音上、文字上 会和他们做不同的练习沟通等等 第三就是我会运用一个影子化的方法 就是我会想像一个情景 例如我第一次见面这个朋友的时候 我可能会和他做一些自我介绍 可能我会讲一下有什么我是喜欢 有什么我不喜欢 甚至我叫什么名字等等 可能会运用这些方法 去练习不同的口语等等 最后就是很重要的 他将不同的电子产品 例如徐生徒的电话、电脑等等 设立为一个目标语言 例如有些朋友可能在学着日文、韩文的 你将你的电话转成一个日文、韩文的时候 你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接触那种语言 可能去学习一些新的词语等等 LML的老师其实我非常喜欢他们 因为他们讲解非常仔细 在堂上的时候会提供不同的日常生活的可见例子 也会提供很多不同的小组讨论给学生 让学生有机会在课堂上练习口语的对话 可能会有一些role play 或者一些小drama的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做一些小组讨论 或者可能练习的目标预言 从此之外也会讲解不同国家的文化 让学生有更深入的了解 可能在饮食上或者传统之日上等等 我从2018到2019年的学年 最少都参加过五个LML举办活动 例如法语的活动 可能有一些board game night French cafe和movie night等等 一些韩语活动 我曾经在2019到2020年的时候 参加过一个叫做Exploring Dynamic Career的活动 当中也学习了不同的韩国文化等等 最后最重要的是我参加了不同的语言交流 例如French Language Exchange 和Japanese Chinese Language Exchange 我当中在Zoom的时候 认识了不同国家的朋友 亦有机会让我去联习那个目标语言 最后希望我在毕业之前 可以参加到French Internship的program 可能在阿兰斯方式里面做 或者拿一些学习语言的经验等等 我非常之建议初学者应该要报读 LML的外语课程 因为对初学者来说 自学语言可能比较吃力 也难以理解他的文化和词汇 再者就是其实他们 老师经过他们的讲解之后 一些复杂难迷的文化或者词汇 瞬间会变得容易去理解 其实我身边有两位朋友 都是同样主修运动科学的 他们在2020到2021年的时候 都曾经举办过LML开设的French Run課程 他们都很主动向我提问 一些关于法语、法语、文化、词汇等 最后他们成绩都不错 拿了一个B Plus和A Mark的成绩 当然他们自己当中也下了不少苦工 我自己也很主动帮助他们 可能连接口语、数字或自我介绍等等 其实我希望学校可以将LML的课程 列入所有教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让所有学生在毕业之前 最少要收读一门外语 可能除了中英文以外 因为有机会等学生接触更多外语的机会 亦都可以提升到他们对国家不同的文化 一些深入的了解 从而可能有机会增加到 不同学生对学习外语的兴趣 其实我毕业之后 希望都可以收读Master的 可能在其他香港的大学主修翻译课程 或者有机会的话 我都希望可以在不同的语言学校 担任外语老师 我其实有好几个建议 可以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想学好一种语言的话 譬如我们小时候 可能我们的电妈咪或者我们的老师 会建议我们想学好中英文 最重要是多读、多写、多听、多讲 其他语言都一样 踏出自己的舒适圈亦很重要 认识不同世界的事物 不要只留在一个地方 不需要介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目光 勇于表达自己想说的事物 亦都不需要担心 发音上、文化上用词的错误 我相信母语姐会听得到 明白我们想说的意思 除了LML中的课堂以外 其实我自己的话 每一天都会最少抽十几个钟 去温习不同的文化 词背上 可能一些新的生智、新的文化 可能在书本或歌曲上 会复杂到、学习到一些事物等等 我希望可以用十二个语言 做今次分享的作结 其实学习语言可以帮你争取代努力的 学习语言可以改善自我表达的能力 学习外语也可以改善自我表达的能力 爱人的语言 在世纪里ימ为要不及挖武 语言去语言 在训言和语言 教习语言 练习的语言 例如俾语言 语言 来训言 语言 文化 和 和 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